2020年整个集团的合并营收 达新台币4128亿 那我们将会正向的来看待 2021年的这个营运的展望 跟规划积极的成长目标 也非常感谢大家对阿蘇的支持 谢谢你们 谢谢 比2019年增加17个percent 集团的税后净利是284亿 其中可归属于母公司业主的净利是266亿 比2019年增加119个percent 2021年从上半年的状况 我们整个营运的状况还是相对是不错的 因为其实我想2021年持续就是因为COVID-19 在全球各地都还算是相对严重的状况 所以其实今年上半年 整个市场的demand是非常强劲的 从我们目前前线业务掌握到的订单的状况来看 我想到Q3为止其实都还算是需求是非常强劲 那定单不成问题了 最主要还是料件供应的状况 那目前缺料其实还是非常严峻 我想华硕因为自己有研发 所以我们其实也动用所有的公司内部的资源 来全力来对应这个状况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满足了 不过还可以满足客户需求到一个程度 所以也让我们的业绩有还不错的表现 市场分析机构他们认为 明年相对今年应该度过量会小幅度的下跌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新场态绝对会比COVID-19之前要好 等到2022年陆陆续续解封之后 可能很多公司都会要求员工要回到公司上班闹想 公司里面的机器也会有一些做正常的refresh 另外还有一个动力就是说 因为微软在今年的下半年会releaseWindows 11 那从我们目前拿到的一些测试版本来看 其实它对硬体本身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我感谢观看 emgh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